10月23日酷天新闻 NICOLE为您播报 加拿大的电动汽车市场不断扩大 但这对消费者或环境来说不一定是好消息 汽车制造商们正在大力发展电动SUV 卡车和大型汽车 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高价格和高利润 专家表示 如果加拿大要摆脱内燃机 更便宜的选择将至关重要 他们表示 如果老牌车企不采取行动 中国汽车制造商可能会填补这一空白 多年来 中国国内汽车市场在国家支持下蓬勃发展 这时他们生产的汽车价格大幅下降 并寻求扩展到国外市场 欧洲市场已经面临着来自中国制造商的压力 与此同时 中国汽车制造商已经在墨西哥取得了进展 这可能会导致未来几年建立一个生产工厂 从而进入整个北美市场 沃泰华总医院发表重要声明 在院区内发现了两例军团病病例后 院方紧急响应切断了设施病房的水源 沃泰华医院的发言人在周六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医院正在与护理团队合作 确保提供替代水源 以便将对五个东区和五个西区患者的影响降到最低 S院方还表示 他们正在与公共卫生专家和环境专家密切合作 以尽快解决该问题并决定下一步的策略 沃泰华公共卫生部表示 军团病是由军团军引起的肺部感染 它可引起两种类型的感染 军团病和庞帝亚克热 并且这已经不是沃泰华医院第一次出现军团病了 在两年前的时候 沃泰华医院在发现一例病例后 切断了四到八楼所有的水源 整个供水系统都进行了一次消毒之后才恢复供水 2023年10月22日 由加拿大全球少儿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办 瑞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首席赞助 探寻美好联盟承办的一海星光盛典季 歌由新生2023加拿大全球少儿声乐大赛颁奖典礼 在加拿大美丽温哥华隆重举行 这一盛会得到了加拿大三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吸引了1000多名观众前来见证这一音乐盛典 试典以中华传统文化中一金五行的属性和色彩作为基调 分为五个不同颜色的板块呈现 导演组巧妙地利用现代声光电舞美和特效 将观众带入了一场传统和现代完美结合的视听盛宴 主持人将观众带领穿越森林海洋和山川之间 创造了一次身心灵的完美体验 感谢收看互天新闻 我是Nicole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